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赶紧把卧室门给锁好 不然他会有危险的 年轻母亲听后立即用柜子堵住了门 这时电话那边突然传来了年轻母亲女儿被抓的消息 年轻母亲听后十分担心 没来得及多想就想要推开柜子出去救出女儿 结果在慌乱之中 手上的手机不小心就掉进了床底 而此时手机那边却传来了一句 你被耍了的嘲笑声 画面一转原来电话那头的恶搞的人正是布雷迪和萨姆 他们专门通过打电话来恶搞别人 然后将其记录下来发布到网上 与此同时两人的网站还获得极高的点击率 这也大大的鼓舞两人继续电话恶搞别人的热情 然而就在两人乐词不疲地继续地恶搞别人时 两人却突然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告诉两人 今晚他们将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让他们千万别挂电话 两人听后以为是有人故意恶搞 所以并没有理会那人的话 直接把电话给挂断了 但电话被挂断之后仍旧不停地打进来 无奈的两人只好再一次接起了电话 就在两人还以为这只是一次玩笑时 电话那头的人却准确无误地说出了两人的名字和地址 突然被暴露了信息的两人 很快就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于是立即将电话给挂断了 可没过多久 布雷迪的手机里突然收到了自己父母被绑架的照片 而刚被挂断的电话又再一次响起来 布雷迪立即接通 电话那头的人威胁道 如果布雷迪不想自己父母死就别挂电话 但这时在一旁的萨姆却顾不得那么多 直接就把电话给掐断了 并立即打电话向警方报警 可是在接通之后却发现 接电话的人仍旧是那个人 原来家里的电话线路早就被那个人给切换了 随后电视突然打开 画面上正是被绑架的布雷迪父母 正当布雷迪不知所措时 楼上却突然传来声响 萨姆以为那个人就躲在楼上 于是立刻跑上楼去找人 结果却在门后发现自己好朋友的尸体 一时之间很是害怕 就立马跑下楼找布雷迪 而布雷迪在看到下楼了的萨姆后 立即让他跟自己离开房子 这样那个人就没法控制住他们了 萨姆听后感觉很有道理 于是就打算跟着布雷迪离开房子 但这时电视画面却突然切换到了房子外面 而萨姆的女友正在外面 突然一个黑影将他给打晕 萨姆很快就察觉不对劲 立刻询问布雷迪这是怎么回事 但布雷迪却没有回答 只想着尽快带着萨姆离开房子 但萨姆不肯 于是两人就扭打了起来 布雷迪很快就被打晕了过去 随后萨姆又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了女友被绑的画面 而那个人的声音也随之传来 他让萨姆杀了布雷迪 他就放了他的女友 与此同时他还告诉萨姆 刚刚布雷迪也遇到了同样的选择 但没想到他竟然选择了救萨姆 萨姆很快就明白过来 那个人是想让他们自相残杀 于是他立即用绳子绑着昏迷的布雷迪 以防布雷迪醒来后再继续过激的行为 很快布雷迪就醒来了 萨姆跟布雷迪解释后 并安抚好布雷迪后 屋子里的灯却突然熄灭 电视上立即出现了一个小女孩头像的账号 随后萨姆竟然发现那个账号里 竟然记录了他们恶搞所有的照片 并跟踪记录他们的踪迹长达一年之久 心里正发着毛时 萨姆又很快意外地发现 电视上播放的绑架视频 其实都是事先录好的 原来布雷迪的父母早就遇害了 而那个人也很有可能一直潜伏在附近 于是两人决定一起离开房子 可是就在出门的时候 布雷迪却将萨姆推出门外 自己则打算留在房子里 想要找出那个人 萨姆转身想要推门却推不开 只好一个人往外面走去 却突然发现门外停着一辆车 萨姆顺势打开车门走了进去 很快就看见了被绑的女友 于是二话不说的救出了女友 而此时在房子里的布雷迪 来到之前萨姆好朋友尸体前 正当他没有防备时 突然被原本躺着的人给袭击了 而门外的萨姆听见声音后 想要回去帮忙 却看见一个黑影向自己扑过去 于是对着黑影一棍子就打去 黑影就立刻倒地 可当他掀开黑影的面具时 却发现是被绑着的布雷迪 而自己却失手打死了布雷迪 电影最后那个在背后操纵一切的人 也缓缓走向了萨姆 而他就是之前开头 被萨姆和布雷迪恶搞的 年轻母亲的丈夫 原来年轻母亲在接到电话之后 以为女儿真的被绑架了 于是就拿着枪悄悄来到女儿的卧室 结果发现女儿真的不在 正当他心慌时 浴室的门突然打开 他立即反应过来对着浴室门就开了一枪 结果却发现浴室后面竟然是自己的女儿 于是意识到自己误杀了女儿之后的他 也很快地自杀了 而他为了复仇 所以才涉及了这一切 整部电影故事剧情十分紧凑 让人不禁唏嘘 不要随意恶搞别人 不然终有一天会遭到报复的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